各位GG頻道的網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的支持和留言 相當感謝你們的鼓勵和打氣 仍然是視播階段 正在摸索的上載時間 有些網友說想放早點 早點可能會比較好 為何會放1點呢 因為以前有些直播都是放1點的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得到你們的分享 因為我們剛剛開始啟報還未足夠數據 還未知道各位最常看影片的什麼時間 得到這些數據之後 可以選擇一個更加理想的上載時間 現在有幾個可能性 例如早上是否8點左右大家上班時間去放 還是下午12點1點左右的午餐時間 還是下午6至8點 還是晚上10至12點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留下你們的留言 或者評論 事不宜遲 今天就開第四個Category 暫時可能是最後一個 不是最後一個 暫時是完整了 GG Channel 現在有GG國際 探討國際新聞 GG人物 一些人物的故事 GG事件 一些用事件去劃分 還有這是最重要的一個Category 就是GG國情 作為一個充滿著教育意義 外國外港 國民教育的節目 我們一定要理解國情 近來有這樣的新聞 我相信大家都有些興趣 就是這個叫做監管電視台 這篇文章自有亞洲電台 我覺得是頗完整 而且值得分享 中國的中宣部 和廣電總局 約了四個最出名 或者最有成績的四個電視台 去跟他們去宣揚 約他們去講一下 如何整改 如何整治 如何改革 這個電視台應該怎樣做 其實很奇怪 因為你管理的電視台 大家也管理了這麼多年 大家都懂得玩 為何不可能會約來談 究竟要叫他們改甚麼呢 我們今集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話說這四個電視台 就是上海、江蘇、浙江、湖南 湖南衛視大家都很清楚 這四個電視台 都算是做得最成功的地方電視台 說真的 這些地方電視台 除了一些主導思想 政治正確的節目 大家都是大同小異 唯一的爭勝點 就是娛樂節目 和綜藝節目 因為那些節目 是一個成功的節目 例如之前的好聲音 有嘻哈 動輒是過億人觀看 何等大的商機 還有這些大陸的綜藝節目 廣告費是相當厲害的 例如農夫山泉 是甚麼嘻哈 那些 上億上萬的收入 相當厲害 有多厲害呢 其實概念有多厲害呢 這些廣告收入 只是這四個電視台 是佔全中國電視收入 佔四分之一 當然是 中國的所有廣告收入 只是這幾個綜藝節目 是佔四分之一 好了 突然間廣電總局 下一個叫整改曆 說不可以過度娛樂化 不可以太過吹捧你的追星 要以政治原則去營運 宣揚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 各位朋友 甚麼叫過度娛樂化呢 即是 怎樣分為節目是太娛樂化呢 即是不要太娛樂 過度追星 這個我都可以理解的 即是追到痴了線 追到用完整個身家 就是過度追星 堅持 要有政治原則的營運 這個真是神奇 即是我們經常聽到很多人說 不要政治化 不要政治化 他現在就告訴你 要用政治原則的營運 我又不明白 即是不非以前是不理政治 OK 繼續聽完 宣揚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 好了 例如有甚麼綜藝節目 被人擔心之後會沒得看 包括譬如好聲音 披荊斬擊的哥哥 這些我當然沒有看 好了 要求怎樣呢 剛才說了幾個情況 一出這樣的消息 網民震驚 有些網民說 我現在都已經不看電視 其他電視台 都已經在播抗日神劇 只有這些電視台的節目 可以看看 喂 難道我們第二天一睡醒 只有新聞聯播 也有人說過渡娛樂法 看電視都是娛樂 自由亞洲電台訪問了兩個專家 我都值得分享 其中有一個韓國影視研究專家 黃孝兒接受訪問 她說估計今次跟近期的中韓關係緊張 有關 她說中國的娛樂圈深受寒流影響 譬如中藝、偶像、戲劇等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禁寒靈 因為韓國的東西 中藝、偶像、音樂 在中國很有影響 就是這樣的 她沒有提及到 我回想起之前最紅的BTS 和防彈少年團 當中其中一個成員 Jimmy 生日 內地的粉絲 香港的MIRRORER也很厲害 香港的MIRRORER也很厲害 做了巴士 大鬥電車 BTS當然是厲害 粉絲找了一架航空公司的飛機 做一個慶祝生日 然後突然間 就要出來禁止 結果整個微博團 因為那時是發起眾籌 整個微信團和微博團 全部禁止 然後令到相關很多韓星的微博和微信 全部禁止 但你問我 韓國的影響力一向都有 為何突然間才BTS 我又覺得 並不關於中韓影響事 還有 你有些節目的聲音 都沒有關係 第二個可能的原因 就是有一個 李小姐的分析 有一個受訪者 他說他專門研究娛樂圈文化 因為近期演藝圈太多醜聞 例如李雲迪事件 之前有吳亦凡事件 所以一定要快點整當 今天國家港電總局 他就說 如何說法呢 他就說 這個即將在十月 十月起 即是現在開始了 到下年的年底 要開展一個叫做 我們的新時代 我們的新時代 我們的新時代的主題作品 展播活動 所以各個行政部門 廣播電視局 各個廣播電台機構 都要提高政治站位 高舉思想旗設 廣播機構要怎樣呢 就要推出一批紀錄 新時代的電視劇 網絡劇 綜藝 紀錄片 動畫片 公益廣告 充分展現中國共產黨 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 充分展現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落地生根 唉 我無法呼吸 太長了 廣播機構也要善於通過小切口 反映大主題 節目要展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 人民群眾獲得幸福感 安全感的過程 堅決反對遺留量論 總之要有流量的這個做法 嚴格執行片酬規定 沒有音樂合同 嚴格把握表演風格 服飾妝容等等 這個約談四個電視台的內容 其實也有一個官方的公佈 洪蕩蕩 這就是中央宣傳部 中宣部和國家廣電總局出的 來自人民日報 人民網的一個是官方的 有一個簡短的簡略 新華社10月29日 電 中宣部和廣電總局 就衛視節目存在的過度娛樂化問題 對上海江蘇浙江湖南廣播電視台進行約談 四省市黨委宣傳部參加 約談指出 近年來四省市廣播電視台 積極推動媒體深度融合發展 在弘揚主流價值觀 傳播正能量方面 作出積極貢獻 但是 各衛視頻道也不同程度 存在過度娛樂化和追星炒星等問題 必須堅權整改 約談強調 四省市廣播電視台 要深入開展民喻領域綜合治理工作 堅持政治家辦台 其實我不明白 甚麼是政治家辦台 政治家 即是搞政治 一定要有一個搞政治的人去搞電視台 堅持社會效益有先 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更加聚焦新時代火熱生活 聚焦新時代奮鬥者勞動者 當好省級廣電轉型發展的排頭邊 四省市廣播電視台表示 認真落實 約談要求全面加強政改 加快轉型發展 用更多高品質的電視節目 豐富和引領人民群眾的高質量精神文化生活 整件事都說完了 對於剛才的內容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 或者聽不明白 簡單來說 就是 麻煩這些節目是要政治正確的 所以我覺得 我就不用分析近因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近因 首先 自由亞洲電台說的是其中一些 比如說中韓的關係緊張 或者是近來的爆雷事件 吳亦凡事件 吳亦凡事件 再數之前 可以是規範媒體 之前亦規範媒體 亦可以說 因為現在的國際形勢緊張 所以一定要提升大家的民族主義 你問我這些 我覺得全部都是近因 但不是最基本的原因 因為你說這些近因 其實時不時都有 一直都有 一直都是國際關係形勢 中韓關係緊張 爆雷事件 整天都有 難道你會覺得這幾個電視台不懂得玩遊戲嗎 基本上他們已經完全知道怎樣玩 但為何現在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的比喻是 因為整個煲竹 整個爐已經去到90度高運 即是 即是 政治壓力和熱度 已經到了 乏騰的境界 那你放任何東西都會燒焦 因為你不是單一看電視台 你要看今年下半年發生了什麼事 由金融開始說起 打螞蟻近伏 打阿里巴巴 所有平台 大家要知道 平台 網台 這些網科技平台 機構 即是美團 快手 騰訊 是中國最成功的企業 我告訴大家 中國最成功的企業 不是靠它的競爭力 競爭力當然 一定是懂得政治走位 背後有人 有人墨 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的遊戲規則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的遊戲規則是用政治鬥爭去贏 鬥贏的就名勝你 鬥輸的就不用說 所以是很難想像的 科技股也有鬥 金融股也有鬥 教育股也有來 內防股也有來 逐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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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整個 我認為整個政治氣氛燒到忽點 當整個 整個國家都是政治鬥爭到忽點的時候 用一個簡單的說法 就是什麼都要政治化 而政治化的方向就是零阻密 大家記住這件事 很多你們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情 其實可以用一個game theory來解釋 但今天沒有時間講game theory 簡單來說就是 你要阻礙 我要阻礙過你 因為 如果我沒有你阻礙過 你是會咬死我 這個 為何說 這個時代被形容為文化大革命2.0 我覺得是頗為貼切 其實文化大革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你沒有說文化大革命有問題 現在正在重演 我一定要阻礙過你 我一定要阻礙過你會出現什麼情況 例如你認為這件事 要做100 我認為要做200 你認為要做200 我認為要做300 你認為要做300 我認為要做1000 因為如果我說得沒有你那麼阻礙的話 我可能會被鬥 你是不是不愛國 OK 所以第一件事 為何出現了要約談電視台 你不要以為中宣部和港電總局 一定是代表最高意志 他們也可能會被受壓力 喂 大哥 現在這樣 那些藝人 那些藝人搞到這樣 喂 中宣部和港電局 你做什麼 我說了 複述多次的情況 喂 現在這麼多藝人出事 那你們是怎樣做的 這個情況 就好像之前出了一個中國的人口報告 突然嚇唬大家發現 為何中國人口開始下跌 為何出生率比死亡率還低 然後大家就開始發覺 中國人口開始下跌 中國的勞動人口開始下跌 經濟就開始下跌 這個中國經濟無敵的神話恐怕被人刺破 於是便要找人背鑊 然後一有背鑊之後 可能是買樓貴 可能是教育成本貴 立即打成本 可能是一鞋政策的問題 立即推出三鞋政策 這些東西都是這樣的 一翻下去 立即就像超級無敵海盜船一樣 一發發到最極端 另一分享又發發到最極端 好像這次一樣 在一個這麼政治鬥爭的最高點的情況之下 突然有人問一個問題 為何這麼多藝人會出事 我們現在中國的形象 是最重要的時刻 我們突然出了這樣的藝人的事件 我們的藝人還在這裡 有糧炮 一個不好的中國形象 他們最後有指導說 藝人要紅豆豆 不可以糧炮 這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應該要令到中宣部 和港電局背鑊 第二件事 很多人追星是怎樣追發 把錢都扔出來 現在中國面臨什麼情況 是內需供不起的問題 你的錢當然要拿來投資 拿來發展 拿來興建社會 拿來追星 雖然追星也是有經濟的作用 但他們不敢覺得 有這兩大原因之下 比如說 錢都拿出來給一個明星 當所有人都拿去追星 這個社會就沒有其他經濟活動 當有這兩個問題出現 港管局中宣部怎麼辦 你就要找人負責 找人負責 最直接的當然是找一些電視台出來搞 你們要搞搞去 好了 電視台都拖頭了 電視台都拖頭 一向都是這樣做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沒有彎轉 電視台 又問一下大家的問題 你以為電視台的收入是哪裡 地方政府 你以為地方政府有沒有這麼多錢 給這些電視台 全部自己搞定 好了 如何搞定 就是靠廣告 如何增加多些廣告 就是要覺出其謀 在綜藝節目上 好了 當你成功的結果 結果是什麼呢 綜藝節目成功的結果 就是節目會很有娛樂性 以及很多人追求明星 怎樣叫成功呢 你要求這些節目 不要按過娛樂化 不要按盲目小聲 就是叫他不要按成功 哈哈 各位朋友 沒錯 這個制度 因為它不是市場經濟 它是計劃經濟 它就是要求節目不要按成功 但都要政治正確 OK 如果只是電視台 其實就是這樣 沒有太大特別 但當各行各劫都是這樣 當各行各劫都不是要成功 是想要政治正確的話 去到最後會怎樣呢 等我們 在此各程會繼續 大家跟進這個情況 當然 我們深深相信 在這樣的宣揚情況之下 一定 電視台節目會更加精彩 因為 再說一次 這些電視台 是要深入開展民喻領域的綜合治理工作 堅持政治家辦台 堅持社會效益優先 大力弘揚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 這樣就完了 之後的所有節目都會大大力地跟你說 社會主義好 我非常贊成 我們是不需要羨慕的 因為我們香港也是緊跟這個部分 當我們的香港電台 在我們偉大的李白全帶領之下 經而越來越社會效益優先 政治家辦台 很明顯 李白全是一個政治人 他不是一個傳播人 大力弘揚社會主義 我們偉大的建制派議員 不是 之後都沒有建制派 因為所有議員都是建制派 我們的偉大的議員就說 我覺得以後之後有些神劇很好 我也覺得很好 我非常奇見 大家都開心 一打開這個港台 全部都是抗日神劇 全部都是歌頌社會主義 那就很好 今天主要這支國情 是過一段落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 繼續有什麼留言 有什麼想說 繼續打在留言 多謝支持 記得訂閱 拜拜